李姓男子跟一旁友人對話 沒料到下一秒 卻突然襲擊前方 正在執行公屋的 泰亞族前雲山圓景 還不時口出髒話辱罵圓景 前雲山圓景被打倒在地上 當時場面相當混亂 圓景及時反應用雙手 抱住了李姓男子的雙腳 才將男子壓制住 這事發生在四月二十八日 晚間九點左右 新竹縣的李姓男子 酒駕擦撞機車 下公館派出所的 圓景道場處理時 李姓男子不僅酒測值 高達一點零八 態度不佳並不配合 隨後更是又脫掉上衣 並落話要和警察單挑 李姓男子酒後不僅襲警 還不斷咆哮 並找家人與陳仲順 現因圓道場 不過警方依法還是將李姓男子 依公共危險妨礙公務移送法辦 其實這件案子是酒駕男子 他攻擊我們分局的執行員警 那所以被我們員警就依公共危險 然後妨礙公務還有傷害罪嫌移送法辦 那跟有沒有議員到場關心案情 這個是沒有關係 目前是全案都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就進後司法調查 目前泰雅族的錢玉山圓警已經回到工作崗位上執行公務 不過可以看到錢姓圓警的社群網站上放著一張照片 手指人還有包扎 而對於酒後不配合圓警執勤更襲警 還找來明代道場挑戰公權力的行徑實在太囂張 介紹怎麼這麼麻藥 新竹竹東採訪報導